碘喔 晚上好 晚上好 活在當下可以登主嗎 活在當下才能夠登主 嗯 因為什麼是當下 要解釋一下 當下不是我們 啊 活在當下 現在能吃就吃 能喝就喝,有爆棉花就趕快吃 然后在这个当下 不是这种活在当下 而是那个当下是千分之一秒的当下 也就是每一个瞬间 还没有产生信念之前的那个叫做当下 如果真正能把握那个瞬间的当下 然后进入到那个没有解释的瞬间 那个才是真正活在当下 因为比如说我要活在当下 当我去想看到爆米花 我现在要好好享受它 这时候其实你想到的时候 前面的那个当下已经过了 我每一个要抓那个当下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一个过去 当我看到爆米花 那个时候搞不好就是一个当下 但是我拿起来吃的时候 已经不是当下 已经过了 过了那个我原本的那个念起来的时刻 所以 其实真正的当下是 还念都还没有起来的那个瞬间 能够捕捉到它 然后活在里面 也就是进入一种没有解释的当下 那个就是真正的当下 那个就是开悟的契机 登出之后 登出之后去哪里了 登出之后哪里都没去 你活回你原本的存在的一个地方 我们现在看着这个世界 我们是往前看的 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后面 比较真正的源头是什么 我们看不到 我们永远看着现象 所以登出其实不是说去哪里 而是回到那个更原始的源头 从更原始的源头去看待世界 所以你看的世界还是一模一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更广泛的 更深入的一面 因为你是从觉察的角度 来生活来看世界 登出跟道家的河道有没有一样 这个要讲一下 我先放一下爆米花 代表这个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登出跟道家的河道有没有一样 道家的河道是一模一样 也就是道体 我们回到了那个道体 把我们的原本的立足点 我们是立足在解释去看待现象 也就是我们的信念 一看到现象的时候 啪!就跑起来比对 然后我们就得到眼前的一个结果 觉得说眼前是什么世界 是怎么回事 但是其实我们并没有发现 一切都是我们觉察着这一切发生 所以那个觉察的觉就是道体 所以跟道家的回到道体是一样 当我们回到那个觉察的时候 我们所见到的世界是一个一体的现象 一体的世界 这就是整个道体 登出后剩下的觉察会不会无趣 其实登出后不会只剩下觉察 现象跟解释还是在啊 所以你只是换了一个方式而已 原本好像我们在游戏里面 把我们自己当成游戏里面的人物 然后去运作这个游戏 但是登出就好像从那个人物 突然就变成玩家 然后看到原来自己并非那个人物 我不是莫子 我原来是看觉察着莫子的那一位 那这时候莫子可不可以玩? 可以啊!我还是可以操控莫子 来进行一切的游戏 所以不会有什么无聊 重点是当你回到觉察 如果你不在玩的情况下 你觉察的觉察本身 这时候你回到那个一体性的时候 你没有分裂感 你是处在一种圆满的状态 根本不会有寂寞、空虚、无聊这些事情 你会在一种很圆满的状态里面 完全不会无聊 但是你想要进行人间的这种游戏的时候 你照样可以使用这个莫子在玩 如何加强维持觉知? 这个教大家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比如说我现在眼前看到一个手机 那我看到的是手机 我只要把手机的这个信念一拿掉 那我看到的是什么? 看到的就是觉察的本身 因为我觉察的这个东西 它反应给我 让我知道我正在觉察着 所以我正在觉察着的对象是一面镜子 是在告诉我 我正在觉察着 所以我每分每秒看到任何东西 我都可以知道我正在觉察着 这样就可以加强你的觉察 加强你的觉察能力 所以你只要轻松的把那个解释放掉就可以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每一个东西 其实都是你的觉察 我看到了电脑的荧幕 所以 我正觉察着它 所以它就是反映出我正在觉察 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可以借由现象 去告诉自己我正在觉察 那你的觉察能力就会很强 灯出是不是会 体会跟万物一体 灯出是自己 跟整个 对世界的观念瞬间掉了 这时候掉了你就会体悟 跟万物是一体的 没有错 你就进入那个一体性 但是在那个一体性当中不是说 我知道那是卫生纸 我跟他一体 我知道那有灯 我跟他一体 我知道电视 我跟他一体 是你不会有一个对象 在一个不会有对象的情况下 你这时候跟万物是完全一体的 在灯出的当下是这样子 那你回到 发现还有现象的时候 你会发现 卫生纸又存在了 灯又存在了 但是 我跟卫生纸 他是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的信念会让我觉得我跟卫生纸是一个分裂的 但是你一登出的这个状态又是有一个一体性 所以会变成说 我感觉我跟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关联性 但是我跟他还是有一点点不同 会变成这样子 但是慢慢随着你消融这个信念 你跟卫生纸跟万事万物的一体性 又会越来越接近 就是这样 登出之后还会有下一次吗 登出是这样 你登出之后 你跟这个世界会产生一种距离感 这个距离 如果在你死亡之前 已经达到某一个深度 某一个距离比较远的程度 你那个觉察不会被现象拉回来 这时候 你在死亡之后 你就看着一切发生 你就不会被拉回来 但是如果不够的距离不是很远的话 就有可能被拉回来 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非马 不解释多久才会被空吞没 这个没有一定 是看那个深度 不是多久的问题 就突然你在很深的没有解释的状态 很容易就被吞没了 是看深度 小我总是 恐惧消融一体怎么办 这是免不了的 我们要自己来克服它 修行有时候最大的一个 问题就会出现在 小我一直恐惧进入空 这个状态就会让我们进入不了空 我们要看着这个恐惧 然后消融它 一次一次勇敢的去面对它 不要一碰到恐惧 哇 就退缩 我们要突破那个恐惧 看着恐惧 也看着空存在 然后继续安住在那里 你突破了那个恐惧点 你就可以进入更深的空 活着没有开悟 然后死亡的时候 会不会开悟 其实都可以的 也就是 我们在每一个当下都可以有机会 进入那个 觉察 但我们死亡的时候有一个契机就是 我们 刚死掉之后 一般人 我是说一般人 他大概 一天多到 三天之间 这个时间 会是一个 昏迷的时间 昏迷过后就醒过来 醒过来 第一时间 很快的会出现一个 非常亮的一个场景 哇那个亮度比太阳光还亮好几倍 在那个场景啊 你放轻松 融入那个场景 那个光 然后你就可以 在那个时候开悟 但是每一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有修行的人 他那个时间会比较长 没有修的人 他只是弹子之间 那个光就不见 所以那是一个机会 念之发工会登出吗 念之发工 不会登出 它会让你跟高我产生连结 那会让你的世界更开阔 但是 还没有办法达到登出 梦中如何有效不解释 梦中如果你做清明的梦 你就自然可以不解释 你 先培养清明梦 在清明梦里面 安住在不解释当中 学习易经对登出有帮助吗 学习易经对占卜那些有很大的帮助 对登出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我们直接安住在那个觉察就好 什么经 其实都不需要了 什么经只是用来 知道 如何安住在那个觉察 当你知道安住在觉察 你就轻松的回头去找那个 到底谁在觉察 什么在觉察 然后去安住在那个觉察 这样子就够了 完全不需要去 研读易经 好晚安啦 大家晚安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 美好的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晚安 我也要 好晚安 辛苦了